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额海边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停车 然后后来找了一个大理古城稍微近一点的地方 一个小停车场那里住了一晚 第二天就走了 但是今天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位置还是可以的 给大家看一下 前面就是额海 然后这里有一条小小的小峡谷一样的 就是山泉水从下面流下来 然后晚上听着吸水声就不错 给大家去看一下 大家听一下 这个就是从山泉流下来的瘸水 这种声音晚上 伴随着你入眠特别舒服 感谢看一下 环境还可以吧 一会儿我们把电瓶车拿出来 然后猪哥把自行车拿出来 我们周边去逛逛 这个地方一会儿我会打一个窝窝 然后以后来大理的车友也可以在这里停车 这个地方可以停四台跑车 下面还有个小停车上也可以停四台跑车 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是可以的 以后车友来大理的时候也可以来这边停一下 好了我的电瓶车已经卸下来了 可以把这个资干净被哨声下来 它可以控制你的自行车的拔 但是有这个固定好了的话 它车不会晃 走我们去逛逛 对骑着我的小电驴 哎呀停在这个地方 高材有个人跟我们来说了 就说这个地方是单位的停车场 不知道停 所以说高车我又去上面去看了一下 上面有个小停车场 上面可以停 环境没这里好一点 但是也还行 那一会儿我们去外面去找得吃的 找好吃的以后再挪位置吧 走起来走起来 哎呦这陆地 就是单位的 好了我们周边去逛逛 哇大家看一下 看上去 合法 环境还是可以啊 就是这个风有点大 我估计拍的视频都风照会比较大一点 好了我们现在我要去古城的路上啊 那边前面我们刚才没走那个国道是因为车太多了 我们走了一条虾村小道 这里我们骑个小自行车安全一点 哟哟跑起来 那我就跟不上他了 哎呀你起太快了 啊这俩别都俩别都是 这是那个地儿好了跑到一个小弄桃里来了啊这个小弄桃我两年以前到这里来来转过那时候看了一个查诚来种房车啊呀在海儿海边下找一个露营地太难了所以我七拐八拐这个小弄桃我上次就看了个查诚来种房车啊呀在海儿海边下找一个露营地太难了所以我七拐八拐这个小弄桃我上次就看了个查诚来种房车啊呀在海儿海边下找一个露营地太难了 就过来转过来转过来 路很小但是还有还是有古镇的这种韵味啊 好了带大家古城来逛逛啊 这个叫尔海门 哎呀这个古城开到去还是有历史操操感 但不知道是近代造的呢还是老的啊 挂一下 哇 还有一些老建筑但是现在好像游客不是特别多 没啥游客 啊现在古镇里面也没什么游客啊 啊 除了一些野街的商铺 游客不是特别多 嗯 细细劳劳的一些游客 哎呀现在古镇到处全国的古镇都一样 到处都是非常商业化的 啊就在逛一下挺好 来得今天有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